最後有個大型算表的那個定存這個部分 那如果說我今天一樣的方法 像九十年代表剛剛公示 藍列鎖定的技巧你會的話 像這一題就非常快 比如說我今天一到十年 那我的利息是從0.125 一直到2% 中間的東西我幫我算出來 如果我放銀行 放50萬的話 那我一年之後應該多少 一直到十年之後應該多少錢的一個試算表 好像應該簡單 這應該蠻簡單的邏輯 那所以等於什麼 他原來的本金 再乘上多少 瓜糊 他原來的1 再加上他的利息 利率是這個 在瓜糊負利計算 負利的話是 互相就是幾次方 那幾次方的話呢 是SHIFT加上6這個 幾次方這個 那如果是一年 那就一次方 兩次方就是相乘 像乘幾次的意思 OK打勾 那我們可以得到 一年之後會有625塊的利息 可是如果今天要向下向右 一次就可以做完畢的話 一樣的道理喔 你可以很直覺的 第一個呢 請你把你原來的本金 記得這個是兩個都要鎖 為什麼 因為向下向右位置不能跑 所以兩個都鎖 那A4的話呢 我講過了 因為我的標題欄在A欄 所以請你把A欄給鎖起來 所以看到A就鎖起來 那我的標題列黏在三列 所以把標題列鎖起來 你可以套個公式啦 這個還蠻好記的 以後的話 你遇到這樣的大型試算表 把它向下 向右 全部都做完了 那也就是說呢 你將來要算幾年之後 然後利息多少 就可以很快的做出 你要的這個結果出來 甚至你後面可以再加啦 多的 比如說你甚至 當然你們現在應該沒有這種好處啦 18好了 OK多一個18 有沒有 如果18的話 你會發現 如果你50萬 放一年之後的話 跟放10年之後 這個數字應該沒有壞掉 不是應該是 應該沒有錯啦 應該 10年之後耶 OK好 真讓人家羡慕 而且再放的是50萬 如果你是放的100萬看看 我能放100萬 OK OK 不過這不是重點 好了 相處 OK好 那假如說 我們要把它 第一個 先做出公式 這公式在雲段上也有啦 第二部分的話 請你把它改成VBA VBA需要做哪些事呢 切到隔壁這個 大概就是說 一個計算清楚 計算 多少錢 比如說100萬 個時 百千萬 十萬 百萬 好了 那我按確定呢 我希望放在這個儲存格裡面 所以這邊呢 會需要用到一個叫Input Box 輸入完之後 把這個數字丟到這個格子裡面 再來幫我往這邊 就是幫我跑完這些 那按確定之後的話 OK全部跑完了 那結果應該會如剛剛是一樣的 第二的話也可以清除 把範圍清除掉 不過你會發現喔 這邊的年好像少了幾年 對 因為我年的話 我希望可以變動 比如說10年 按確定 本來5年對不對 我會把原來的年數清除掉 再重新跑10年 10年了 那利率的話呢 不是固定的 本來剛剛是2%對不對 如果說你要改 不用2%你就輸2就可以了 我這邊是 這個%數後面的話 是不是自己會加上去 中間間隔就0.125就對了 按確定 好 他會自動更改 當然你利率如果要增加 比如到5%好了 按確定 OK 好 就在5% 不過現在應該銀行沒有這麼高歷史 而且一直在降 現在投資報酬都非常的低 像我最近投資報酬率比較高的是 剛好買了一點日幣 剛好在0.25的時候買的 大概現在已經0.3了吧 所以就剛好這個中間就差了蠻多的 不過那個可能剛好是運氣 出國就發現怎麼到日本什麼東西都變那麼便宜了 所以想說那時候都買一點日幣好了 等到現在呢 再去發現什麼東西變稍微貴了一點 那就可以有個價差 OK 那請各位試一下把剛剛的定存這個部分先做完 另外的話思考一下 如果要做出剛剛的這些效果 該怎麼做出來 這邊的話會有一個所謂的Input Box 可以不需要用錶單 也就是說你可以不用錶單 那當然 他那些是一種反應的